昨天因为韩国瑜接见我们的高雄的相亲 因为对于相亲来说 他非常的关心他的身体 所以说这个院长在送别相亲的时候 就撂开他自己的衣服 那你就会发现在他的腰之上面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包扎 那个包扎应该不是只是 这个他来到立法院的时候 这个女委员是抱他的瘀青 那个包扎在我们看来 每个人都看到 应该是到诊所或到医院 来做的一个伤口上的一个包扎 那院长就是强调他不会去说 因为他觉得很多人都很关切 所以他就是要不是因为这个相亲 这样子给他很多的一些鼓励 他刚好临时就做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比大家所想象的压力还要大 他手受的伤 可能在这个肩膀还有这个手背 那最重要是我们就很明白的 看到一个非常大的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的一个伤口 所以大家也祝福他早日康复 那院长也特别提到 就说在这次的院会的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开上开起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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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大院長開ホ 我們要開ホ 大院長開ホ 我們要開ホ 有了 啊 快 快 快 可以幫我們詢問一下吧 因為是我們是生日生日的時候 有機會 我想我去原因 有有有 我去那時候 他說你不會去 所以他现在想要转营销点 因为重点是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卸任的这些在政府的官员们 看起来他们每一个都找到好工作 那么过去他们吃香喝辣 那即便他卸任之后 还是能够可以继续地吃香喝辣 那而且现在因为传出王立胜 他现在是可能会到开发金当读董 但是我们的质疑是说 王立胜第一个你有法律专业吗 第二个你有相关的金融专业吗 那么你现在到开发金当读董 那么不止摆明者就是要当门神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民进党这些官员完全不怕社会观感 只要有这个非常丰厚的这个薪资 只要收入好赚得多 然后也不忌讳是有什么社会观感 或者是你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旋转门条款 以王立胜来说 因为开发金他的投资项目里面 还包含生技医疗等产业 那所以如果这个王立胜 从卫福部次长直接就跳到开发金当读董 那么有没有违反旋转门条款的问题呢 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质疑的 那至于王立胜深夜发文说来讲什么藐视国会 我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 先谈谈你自己的新工作吧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帮林非凡报区啊 林非凡一个月只有20万 但是你一年可能年薪高达800万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林非凡是不是委屈了呢 好谢谢 因为王立胜这一句报道 他说他是一届平民 他自己的力量去应征这个私人公司 去应征私人公司对啊 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不管王美花 沈容金还有王立胜 现在你们立刻可以转到这些金控公司来当读董啊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前朝的官员 现在是继续民进党执政 然后是请你们就是来当门神的角色呢 现在还好意思说什么一届平民啊 那我请问一下 我怎么没有看到其他的一届平民 可以有丁薪八百万的工作呢 谢谢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这样子不眠不休啊 多日陪着全国国人一起来关注 立法院最新的状况 在这里向全国国人报告 经过多日在立法院的议事 国际矚目 到底中华民国台湾 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律 能不能顺利的修正完成 已经成为啊 不只台湾两千三百万的乡亲 甚至啊已经上了全世界主要媒体的头条版面 我们再次的表达 520之后新政府上台 新国会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气象 对于人民因应期盼多年国会改革 是不是能够确定来落实 但是从上周五 17号到 这个礼拜二21号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立法院充斥了暴力 攻击以及意识的延宕 就是啊民进党 试图啊让国会改革 没有办法在立法院顺利来通过 透过各种不正的手段 甚至啊人声威胁恐吓 以及昨天晚上 竟然到立法院 给所有的这些立法委员 来送菊花 深切的恐吓的意味 并且在外面 用文攻武嚇 用群众运动啊 来恫吓在野党 更为遏止的是 调动中南部的黑道 现在对武社级立委 做人生的威胁恐吓 我们除了向警政署 行政院内政部 要求我们所有的委员 这段期间的安全 必须要行政院 负完全的责任 同时在这里也再次的表达 上周五 立法院会爆发最大的冲突 我们必须要举手表决 就是民进党 用窃盗的手段 把表决器的表决卡 把它偷走 让我们的意识 没有办法顺利来进行 然后朝野协商 希望 各党能够 坐在位置上来表决 能够大家安安静静地用表决去表决 来践行民主的国会正义 但是民进党团柯建民总招 拒绝签署 所以现在必须要用举手来表决 而民进党再三地表达 他们要瘫痪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必须要守住 我们立法院的主席台 让韩国医院长能够顺利地来主持会议 我们再次表达 八年来 八年来 民进党有这么多的时间 来做国会改革相关的推动 但是完完全全 把选举时代对全民的承诺 置若稳文 用诈骗的手段取得政权 再用谣言跟谎言 来欺骗台湾的人民 我们再次的说明 国会所有的议事跟协商 全部阳光透明 都是透过录音录影 在任何时间都会回溯 去看整个议事的过程 这一次的国会改革 是经过委员会的讨论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半 经过冗长的讨论 而且竹条 都在民进党杯葛 以及提出散会动议的情况之下 创下立法院的议事记录 在一个委员会一天当中 提出了超过四十次的散会动议 都是由民进党科总召所提出来 而在冗长的议事过程杯葛之后 顺利的出委员会 也在朝野协商当中 顺利的来协商完成 然后再到了韩国医院长 召集协商 至少超过五次以上 针对国会改革无法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 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只看到民进党的协商代表 柯建民为首带领的协商代表 只有不断的谩骂 攻击以外 没有任何实质的建树跟讨论 而在今天 当家闹事 不只违背 赖清德总统 所在三呼吁少数服从多数 国会才不会有冲突 今天柯建民柯总召 我相信 不是赖清德总统在后面所教唆 我想柯总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用暴力的手段 用恐吓威胁的方式 这是全世界 在21世纪 民主潮流的世界里面 最大的耻辱 就在台湾的国会 而民进党用这种不正 暴力威胁的手段 来对付在一党的立法委员 我们再次的强调 邪恶邪不胜政 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烧不死的鸟叫做凤凰 我们绝对会奋战到底 为全国国人 为台湾的民主打开心意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过去在委员会当中 在朝野协商当中 民进党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国会的改革 再看看 八年八千八百亿的前瞻计划 民进党用多么粗暴的方式 两分钟送出朝野协商 而且在院会用暴力多数 来表决通过 两分钟通过八千八百亿 今天我们所有程序正义都已经完成 但是对于满满的铺垫盖地的谣言 我们再次的表达 国民党完全按照议事规则 来完成所有的程序 也希望民进党尊重国会增援 尊重多数所做的决定 尊重程序正义 再次希望 今天的国会 能够平安的意识 让国会改革无法 在今天顺利的三读完成